你看連線完之後這四臺 就變成他的無線的螢幕了 他的流暢度還不錯吧 播放 我等一下要將這臺ipad 播放一個netflix的影片 然後呢透過無線分享的方式 讓這四臺ipad iphone同時收得到 第一臺第二臺第三臺第四臺 同時收到這一個的畫面 也就是說啊這四臺ipad iphone 當成一個 netflix的無線的螢幕 我怎么做呢很簡單 我將這個發射端的這個ipad連接一個 apple原廠的usbc 的hub 這個有一個hdmi的輸出我把它接上來 然後這個的hdmi輸出啊 然後呢連接到這一個 wireless的hdmi 轉iOS的轉換器 這個要給他電源 目的就是將hdmi吃到的訊號 轉換成無線的出去 這個是5伏特的電源 給他吃進去 然后呢 再將這邊的hdmi的訊號 插入這邊 這樣就可以了 ok 這四臺ipad都要連接到這一支的ssid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打開 管理源 然後連接wifi 這個ssid rs screen 這一個 然後之後再打開這個app rss screen 打開來 點一下 他會轉轉轉那就有影像了 好 第一個 他同理可證 我四臺都可以同時一起打開來 你看哦 同一個時間點四臺ipad 就會呈現這一個發射端的影像 我將用ipad啊 播放netflix的app 然後讓這個netflix的app 變成一個 無線的訊號 讓四臺ipad跟iphone去搜 這是其中第一臺 你看哦 他們是一致的 播放了 這時候這個影像 就會在第一臺iphone播放出來 你看 然后第二臺在後面 哦這是第二臺 第三臺 這是第四臺 同一個時間點啊 可以讓四臺五臺ipad iphone 可以收的到netflix的畫面 用ipad啊當成無線螢幕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今天在 車子裡面的時候 你只要有一個netflix的帳號 就可以同時讓四臺ipad iphone 讓他們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你就不用再準備一臺小電視的 因為小電視 一般的家庭是不會有的嗎 但是ipad iphone是會有的 我們就有我們只要準備 ipad iphone或者是安卓手機 四臺 你手上有就會來看了 看這個電影沒有問題的 有這個方式就可以 將你的單眼相機 無線分享到四臺裝置 然後分別給學生觀看 畫面 五臺